太极拳对于个人本身 他的客观环境 有侵袭的状态之下 他可以有用作自卫跟战斗的 这样的一种价值 除此以外 另外还有两点 第一点是对他个人的生命延续方面 有优生的作用 另一点就是对他个人生活的事件方面 有足够的心身体能 以充实他的生活 开展他的生活 创造他的生活 这样子一种功能 总而言之 从这个价值观上来看太极拳 他的特色是具有全生命各方面活动的一种基本修养 是这样子 那一般人认识太极拳的最好途径是什么 我想最好的途径啊 第一是先要有明白的老师 第二是需要有这个克服自己的困难的这种决心 第三呢 要有横溢的这一种横久的力量而做成一种永恒的兴趣 这个样子啊 从所修炼的当中去体认太极的道理 才能够完成上面我所说的那三种功用 跟它的意义 跟它的价值 请介绍一下几种基本的太极拳的动作 这个太极拳的基本动作啊 一般都觉得它有基本的动作 实际上所谓的基本呢 也是有基本 在太极拳里面呢 它的最基础的形式 所谓的十三式 这个十三式啊 是个总责 是个总式 这个式不是这个式字的式 而是形式的式 这十三种啊 叫做彭丽级暗财列走靠进退故判定 但是你说哪是彭呢 你说不出来 好像是哪是人呢 都是人 这等于没说 所以这个彭啊 铝啊 等等 这十三式啊 需要有若干的举例 你才能抽样归纳起来 而认识之 这是一种啊 从具体到抽象的一种认识 这就并不是做一两个动作就对的了 好多动作里头 你才能认识这个十三式 如此 以您多年的经验和体会 您对练习太极拳的人有什么样的意见 可以让他们的练习获得更多的益处 哦 我想这个很简单 第一就是一个字的诀窍 就是练 没有第二个方法 还有虚心的练 还有认真的练 还有永恒的练 还要从练里头去认识道理的练 只有这一个练 没有第二个方法